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11月29號的 就是娛樂 我是怡霈 趕快來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請到的第一位 她最近不得了了 身材練得真好 是一位辣媽來著 你知道我每天跟她老公一起工作 都好羨慕說有一個這麼大的老婆 而且今天我們的明星料理PK賽 請鬧她不得了 因為接下來下一位來賓 應該是壓力很大 因為這位辣媽她最近 拿到了中西廚師的執照 趕快來歡迎雅蘭姐 嗨 大家好 好 待會再跟妳好好聊聊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到這位 是我們的帥哥型男 她今天壓力可大 雖然已經有來過我們節目了 歡迎洪恩哥 大家好 首先好 好 有關營養的嘗試跟知識呢 我們當然邀請到的就是我們的 營養學博士吳憶榮博士 哈囉 大家好 首先要跟雅蘭姐好好聊聊 你怎麼會變這麼瘦 而且身材這麼好啊 我自從在鏡子上看到我自己 鬆垮垮的身材之後 我就開始覺得我一定要運動 你老公昌明哥怎麼沒有好好調教一下 我跟他說他不要 他不要是不是 對 而且我們會形成一種模式 很有趣就是 我在床旁邊做運動 做練腹肌 然後他在床上吃餅乾 然後各零食 對啊 他這樣看是不是應該了 你知道我每天跟昌明哥一起工作 我想說雅蘭姐這麼會煮 然後這麼賢慧 身材練這麼好 他怎麼可以肚子這麼大呢 真的 他說我已經快50歲 我保養這樣子很厲害了 真的 男人對自己的要求標準國安 都非常歡鬆 但是我如果有一絲的墜肉 他就不能接受 好嚴格喔 男人就是這樣 壞壞 壞壞 我的例子不一樣 真的 你的例子不一樣 不過雅蘭姐 你怎麼會想要去考中西的 廚師執照 因為其實我從小就會做菜 因為我只要看過我媽媽煮菜 一次我就知道怎麼做了 對 這就是天分 對 我覺得這就是天分 可是我覺得考執照是 可能我覺得開始運動之後 我覺得我對自己有一個目標 然後有一個方向 所以我很積極 我找我自己的方向 努力的做我自己 我不要再為我老公而活了 莊明哥你聽到沒有 雅蘭姐不要再為你而活 她要為自己而活 我要為自己而活 你看我們這一個禮拜 其實鎖定的重點就是說 因為雅蘭姐有兩個小孩 我們鎖定的重點就是 要把小朋友不太喜歡的食材 把它放到食物裡面很巧妙 你家兩個小孩到底挑不挑食 非常挑食 尤其是我女兒 我女兒從小就不愛吃芹菜 然後或者是青椒香菇 完全都不要 茄子也不能接受 只要有一點點 他都把你抽出來 對 所以你只要把它打碎 他吃不到 但是他還是覺得味道不對 他就不吃 好 那我們來問一下洪恩哥 你已經有來過的經驗 今天要PK 你覺得對雅蘭姐這位對手的話 你自己有沒有信心 沒有 當然有那個 有那個執照的認證 當然是有相當的水準 怎麼有覺得你的話有點酸 沒有 話有點酸 我後面還沒講完 還沒講完是不是 後面還沒講完 對 但是我這個是 祖傳的手法 是 對 這個就自己認證自己就好了 好 看起來有一點點火藥味 好 接下來我們要關心一則健康的新聞 其實在網路上有流傳 當然父母都很希望你的小孩 長得又高又壯 然後最好女生都像model一樣 男生就像洪恩哥的身材一樣 這麼健壯 但是網路上有流傳說 如果你家兩歲小孩子的身高 你把他乘以2 就是他未來的身高 這個網路留言怎麼來 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則新聞 網路上流傳 只要把兩歲身高乘以2 就會是未來成年的身高 但專業醫師有不同看法 有些人他可能剛好是一樣 所以他算起來說 欸 對啊 我是啊 可是對另外一半的50% 他都不是這個樣子 比起兩歲身高來計算 醫師說用骨頭年齡來觀察 才是最準的 只要女孩到了9歲 男孩10歲後 從一張左手腕X光照中 不但可以觀察生長版密合程度 來判斷還有沒有長高機會 還可以推算出未來成年身高 準確度高達90% 醫師表示影響身高的因素 遺傳佔70% 後天努力佔30% 但只要透過古年齡觀察 就能掌握長高的關鍵期 再搭配運動和飲食 就能充分發揮遺傳的潛能 達到理想身高 專程新聞 玩言全力名稱 台北採訪報導 欸 這則新聞 其實講到一個重點 不是有一句 有一首歌是說 三婚天主堂 七婚苦打拼 但這剛好是相反 就是說你要長得多高 七婚是你的天主堂 然後三婚是苦打拼 對 所以要苦打拼 剛剛醫生有講到 其實小朋友骨質的年齡很重要 所以這就為什麼 一大堆父母都說 小孩子真的要補充鈣質 那要提到補充鈣質 我們上禮拜其實有講到 青江菜它的鈣質很高 今天我們的重點 到底主角是誰呢 今天我們來講芥蘭 芥蘭他的小朋友最討厭的 小朋友真的很苦 這個怎麼可能下驗呢 所以這個讓你們兩位的技術 要受到嚴格的考驗 而且哽又硬 對 這個港式料理 蠔油芥蘭 就是大人吃 你有看過小朋友在吃芥蘭的嗎 可是先不要講 小朋友這個真的是個好菜 你知道嗎 它的鈣比上禮拜講的青江菜 是它的兩倍 兩倍 牛奶的話超過100公克 超過100毫克的鈣 你知道嗎 同樣重量的這青江菜 100公克 它有200多毫克的鈣質 是青江菜整整兩倍 對 它是梗還是葉子比較平均 整個平均 對 平均來講 然後而且最重要的是青江菜 它的草酸很低 它不會阻礙鈣質的吸收 對 剛剛講到小朋友長高 大家爸爸媽媽都以為說 就一直給它鈣就好了 事實上綠色蔬菜 絕對不能忽略掉 因為綠色蔬菜裡面 有一個叫維生素K這個東西 大家都不曉得它要幹嘛 K我們太遠了 我們不知道 太遠了 對 大家都知道說吃鈣 然後要曬太陽 維生素D在腸道才會被吸收 吸收進來要黏在骨頭上 那要靠這個綠色蔬菜的維生素K 把它黏上去 對 所以就是說大家不要忘記說 一直喝牛奶 什麼吃起司 鈣質的東西 這個綠色蔬菜也非常重要 剛好它除了維生素K多 鈣也多 是一個非常 小朋友長高很好的蔬菜 所以我們今天PK的重點 就是要把芥蘭菜 然後放在小朋友要吃的料理裡面 讓小朋友能夠接受 不過要提到父母其實滿擔心 如果你有小孩你就要擔心說 小孩要吃什麼 要補 但如果你結了婚沒小孩的話 你就會一直被問說 你什麼時候要生小孩 結果來看到就是刁王 不是刁王 就是台灣型男何潤東 何潤東他結婚之後 就一直被問說 什麼時候生小孩 另外還有一則新聞要關心一下 天心他今天自己宣布 他說他嫁給韓國歐巴 粉絲都心碎了 刁王何潤東 不對是火紅男星何潤東 近期在中國大陸演出過多部電視劇 以及電影 更深格製作人 腰身一線男性 不過演藝事業繁忙的何潤東 最近更是喜事不斷 自己也跨行當企老闆來了 聊到創業 何潤東也說自己是典型的處女座 當企老闆可是一點也不馬虎 因為我是處女座嘛 對 就是大家最仇恨的一個星座 因為太龜毛 怎麼會想說做純的士大怪 所以你是想要開個大寶劍嗎 哈哈哈哈 因為我還是比較單純一點 哈哈哈哈 今年九月初與愛妻Peggy結婚的何潤東 被問幾年底前有沒有機會誕生小雕 何潤東也說這是吉不得 你知道這種東西不是說你 誒 一說誒 說有就有 對 不是說你一名腔 誒開跑就起跑就可以到終點了 他生出來一定是小雕啦 對 如果是男孩子的話 不過同樣在29號這一天 也有莉莉莊喜事 這是咱們的天心女神結婚啦 曾自爆對天心頗有好感的何潤東 也大方表示祝福 誰 天心 真的喔 天心啊 我覺得她的名字就很好啦 她肯定天天開心啦 人家真的小雕也是天天開心 對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歡迎回到就是娛樂 就是要健康的節目 剛剛我們有提到了 今天我們的主題 就是要把芥蘭菜來入菜 做給小朋友吃 剛剛吳博士有講了 芥蘭菜其實是清漿菜的 蓋質的兩倍 這麼高鈣 那除了 芥蘭菜除了高鈣之外 還有什麼 它還有高鮮 高鮮 而且它護鹽 它就是吃起來這麼刮了 當然是高鮮 對 這可想而知高鮮 對 然後它護鹽 因為它護鹽有兩個主要成分 就是一個就是 大家熟悉的葉黃素跟玉米黃素 是護我們的視網膜 跟水晶體 然後另外還有護鹽的保物 是維生素A 維生素A跟我們眼睛 那個敏感度就是從黑到 亮跟亮到黑那種視覺轉換 這個就維生素A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說沒有這樣維生素A 我們很容易有夜盲症 所以我有可能是缺乏維生素A 妳有什麼症狀 譬如說我馬上到一個暗的環境 我會突然之間 就是比別人還要很久的時間 才會看得到 所以那是缺乏維生素A的警訊 是的 所以如果小朋友從小 如果有補充維生素A的話 比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對 所以這個它裡面非常多的維生素A 了解 要多吃一點 而且它是一種十字花科的蔬菜 我們大人抗癌 排毒 都是非常好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個蔬菜 既然藉燃的營養成分這麼高又高概 對小朋友好的話 小朋友跟大人大概要吃多少份量 其實就是蔬果579的一個概念 小朋友就是一天要吃五份的蔬菜水果 我們蔬菜永遠記得要比水果多一份 所以小朋友的話蔬菜一定要三份 三份 那三份的話我們大概用碗的話 就是滿滿的一碗 煮熟的滿滿一份要三份 那芥蘭是個好蔬菜 你一天吃個一碗都沒有關係 小朋友最好是可以吞下這碗芥蘭 而且我是覺得說 它雖然很好 我也不建議說大家每天就 每天每頓都吃芥蘭 飲食就是要多樣化 要均衡 對 不過今天既然這麼好 但小朋友就不愛苦苦的東西 怎麼樣把芥蘭藏起來 今天其實兩位都還滿有 英雄所見略同 當然是有一位 是被我們製作單位打槍 我也不知道這個打槍 到底是打什麼意思 因為聽說洪文哥今天原本 芥蘭要端出的料理是 芥蘭牛排 其實這個也是 發生什麼事了 為什麼不做芥蘭牛排 這我不知道 沒有 這個可能是 下個禮拜的題材 我不曉得 很好 我覺得很好 下禮拜就好有芥蘭牛排 但是芥蘭牛排為什麼被打槍 要問製作人 可能牛排準備比較不易 牛排是會比較貴 因為今天的小朋友年齡層偏低 所以牛排對小朋友來說 可能要咀嚼比較難一點 小朋友就吃上面的芥蘭就好 牛排是我們大人 我們大人在咀嚼的 誰管你 應該這麼說牛排 這個牛肉它只是個誘因 你要引誘小朋友去吃這個芥蘭 是 了解 他看到牛排他會 如果說比較喜歡吃肉的小朋友 是 反正總而言之 言而總之 我們製作單位打槍 所以你今天就不能做芥蘭牛排 你今天端出什麼料理呢 今天就是這個 雞絲芥蘭卷 雞絲芥蘭卷 對 雞絲芥蘭卷 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我今天我又再補強了一下 我在這個芥蘭外面 我再加上 因為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喜歡吃海苔 所以我把它做成像壽司的樣子 這看起來很美 很美味 大人 小孩應該都會滿喜歡 都可以 所以這是一種用菜 用芥蘭菜去包裡面的肉的感覺 因為有雞絲 所以是一種菜包肉的概念 其實用肉絲的雞絲的概念 也是跟牛排有一舉同工之妙 可能有些 如果小朋友你單單讓他吃青菜 他會覺得太枯燥無味了 了解 肉的話然後再加上就是海苔 然後等一下再跟大家解說 為什麼另外的兩個方法 可以誘使小朋友喜歡吃芥蘭 了解 這看起來就很美味 但是我們有中西市 廚師執照的雅蘭姐 今天也不是省油的燈 也是準備好要應戰 我今天帶來的是小朋友的最愛 是什麼 有起司的雞肉捲 我把我的芥蘭藏在我的雞肉捲裡面 然後我用小孩子最喜歡的口味起司 而且我有醬汁的 有醬汁的 而且重點是你掌握了一個原則 因為我們這節目做到現在 只要那個料理藝人有用到起司 小朋友都超愛 對 而且我今天混搭兩種起司 小朋友的最愛 一個是會牽絲的 一個是濃濃的香味 提起來就好想吃 兩種口味 所以你是一種肉包菜 對 我是肉包菜 然後它是菜包肉 到底是怎麼回事 一個是菜包肉 一個是肉包菜 要來PK 所以待會兒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到底是肉包菜會贏呢 還是菜包肉會贏呢 好 不過我們先來關心一則新聞 就是古天樂 香港型男古天樂 他又有最新的電影作品了 不過之前古天樂都是曬得這樣 古銅色黑黑的 然後演得這樣帥帥 不過他這是在電影作品當中 顛覆了以往的形象 他竟然是演一位怪咖伯伯 到底是什麼模樣來看看 古天樂主演的科幻喜劇電影 日前在北京舉行發布會 影赤之兩翼 打造出史上最逼真的動畫主角喵行人 不過當然不是長這樣子而已啦 電影裡為了這隻超大肥貓公仔 使用了超過1000顆的特效鏡頭 就是要讓貓咪主角希希莉猛到不行 連酷帥大叔古天樂都被融化了 直接在台上爆發 少女性拉出骨頭彎溜貓 不過他是不是搞錯什麼事了呀 錢過來 欸 欸 你 我的天啊 啊 啊 好 來 希希莉 過去 希希莉 希莉 他們聽他的名字喔 過去 開啟 虛天樂在這部電影裡 也顛覆以往的酷帥形象 飾演一個怪咖家庭裡的怪咖老爸 而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還自爆和希莉老婆年少輕狂的過去 我是虛天樂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是她的老公 好 是她的胖胖 是一個 那個 也是他胖胖 也是他 你記得嗎 我們兩個那麼年輕 會有那麼大的兒子跟女兒 我是中學的同學 中學的同學 我畢業的一天已經馬上跟他結婚 晚上才馬上做那件事 做個虛擬姿勢 是在那裡頭的 我畢業的時候才初一 我畢業的時候才初一 換吧 喂 你們兩位現在聊這個對嗎 孩子們都在呢 小畢也會害羞啦 就是樂北京採訪報導 好的 歡迎回到就是樂的Live直播現場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要用芥蘭做成小朋友 可以吃又喜歡吃的料理 而且我們的料理都很簡單 10分鐘就可以完成 首先洪恩哥登場 他今天是要用一種菜包肉的概念來做 是雞絲芥蘭卷 那有什麼食材呢 食材就是芥蘭 然後這個量看家裡的小朋友多少 了解 雞胸肉 然後薑糖 就是等一下可以介紹給大家 然後黑胡椒 醬油 紅蘿蔔 麻油 鹽巴 海苔 就這樣子 好 其實食材是滿簡單的 對 而且其實做法 聽洪恩哥說也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 爸爸媽媽在家裡 快速就可以完成了 好 怎麼做呢 來 一開始 我們就先把這個芥蘭 因為葉子比較早熟 所以我先把葉子整個先 葉子比較早熟 對 葉子... 比較快熟啦 葉子熟得比較快 對 那我們先把 先燙葉子 其實早熟也對啦 早熟嘛 對 好 那在等葉子的時候 我們先把 因為等一下 為什麼我說這也是能夠 誘導小朋友能夠在 能夠吃芥蘭呢 對 就是你乾脆把它弄成很碎的碎末 是 就是因為通常大家看到一根 然後又是像我們剛剛營養師說 腺味值那麼高的話 對啊 其實這個看起來就是很刮 小朋友就不喜歡吃了 對啊 倒不如就把它切成碎末 切成碎末 然後再加一點調味 是 再加一點雞絲 就把它藏起來的感覺 對 然後我們今天的這個 所有的食材就都在這邊 是 所以剛剛都介紹過了 了解 那因為它 因為它比較早熟吧 它很早熟 對 早熟 所以應該可以撈起來了 好 葉子應該是燙一下下去 可以撈起來了 對 而且青菜是不是也不適當 燙太久對不對 沒有錯 對 它的那個成分會流失是不是 對 沒有錯 其實如果說要讓青菜有點 這個先讓它放著涼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 那個要丟進來嗎 梗 先放下去 好 等一下再來把它 把梗丟進來 切成碎末 好 梗丟進來 好 那我們就除了梗之外 這個可以先給它鋪開 鋪開讓它涼一下 等一下就 所以你待會兒是要用菜包肉 菜捲肉的感覺 就是要用這個來捲是不是 對 最外面的再加上海苔 所以我剛剛原本是以為說 你要用它的葉子來捲肉之後 然後梗就乾脆不要吃 沒想到你梗要利用 是 要把它放在裡面 然後在等這個梗熟的時候 我們就像我剛剛說的 很多小朋友不敢吃這個芥蘭菜 是因為它很苦 對啊 所以我今天我就用了這個 這啥 薑糖 薑糖 我們可以薑糖加熱水 然後把它變成薑糖水之後 是 讓它過一下 就用甜甜的味道 把那個芥蘭的苦味 有點蓋掉的感覺 其實這個是有點就是像 我們在炒菜的時候 炒菜的時候其實 也是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樣的話就可以比較不會有苦味 所以用薑糖就是甜甜的 而且薑好像也可以對身體是有暖 尤其現在秋冬的季節 對 用薑的一個薑辣素 來提升免疫能力也是很大 了解 你是不是要把這個撈起來 是 好 把梗撈起來 我都覺得說爸媽要處理 那個芥蘭的梗其實不太容易 因為它你就是 剛剛吳博士也講了 它纖維值很高 所以吃起來就感覺就是口感不好 不要說是小孩了啦 你說我們製作人小偉 他也不愛吃芥蘭 他剛才一直跟我媽媽說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要做芥蘭的料理 我們就是要挑戰不可能好不好 OK 然後現在這個梗熟了之後 一樣用薑糖水先給它過一下 OK 你乾脆要不要就是那個整個 菜捲肉 然後就全部都淋薑糖水 或是小朋友吃一口芥蘭 配一口薑糖水 直接沾薑糖水 對 直接沾薑糖水 如果這麼愛吃甜的話 或許可以嘗試看看 真的喔 OK 然後就像我剛剛說的 用這個薑糖水 讓芥蘭稍微沒有 稍微沒有苦味之後 因為就像我剛剛說 如果它這個整個太硬 小朋友不是那麼喜歡吃 對 乾脆就把它切成碎末 是 碎末 然後它本身這個主角 這個芥蘭已經切好之後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再搭上雞絲 然後搭上紅蘿蔔 也是要切小丁 好 其實這個料理都很簡單 都只是 而且重點是感覺滿健康的 好像大人也可以吃 我覺得這道是把芥蘭 它的護鹽的功能發揮到極致 發揮極致 對 因為它會有紅蘿蔔的料 對 我的維生素A就超高 宜佩 妳要吃這個 真的 我已經來不及了 現在吃還來得及嗎 當然來得及 妳如果越不吃它就越嚴重 是不是至少要把它hold住 人家到了黑暗的環境 大概就是3秒鐘 我可能要30秒 我都看不到 也太久 我很嚴重 所以妳真的是 可能是維生素A缺乏 而且維生素A對我們眼睛 就是有時候我們在藏在冷氣房 長期很乾 這個也是需要的 溫先生 所以大人 如果你跟我一樣 有這樣的症狀的話 其實也可以 現代補還來得及 絕對來得及 好 剛剛洪恩哥是把雞絲 是汆燙過後的雞絲 對 汆燙過後的雞絲 然後還有紅蘿蔔切小丁 也是切點類似像碎碗的 怎麼覺得 手痛嗎 沒有 那個湯匙 我這樣比較好控制 比較好控制是不是 你看 西南做料理就是不一樣 一定要這樣 展現肌肉 展現肌肉 再加一點點鹽巴 你真的很帥 一定要這樣用敲敲敲的 好 你要湯匙是不是 筷子 這個手套是乾淨的 直接用手套 OK 好 剛剛是加了雞絲 穿燙過的雞絲 紅蘿蔔切丁 芥蘭切丁 加了一點鹽巴跟醬油 煎魚醬油吧 醬油就先不需要用 因為已經用了那個 那個什麼 麻油嗎 對 麻油 麻油 然後也已經加了胡椒跟鹽巴了 了解 好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捲了 好 其實滿簡單的 就燙一燙 然後捲起來 有一點點像壽司的概念 對 但我怎麼覺得 洪文哥這道其實有一點小小危險 因為你自己說芥蘭有點苦苦 小朋友不愛也就算了 紅蘿蔔你說小丁 但它切得算滿大丁的 滿大丁的 這樣子會不會那個 我們現在有在給你 就是衝糠的意思嗎 不會 其實它雖然大丁 但是你如果把它稍微煮 再熟一點點 它吃下去也是 有點像馬鈴薯的感覺 然後像紅蘿蔔 如果有一些紅蘿蔔的味道 小朋友不是很愛的話 對 就沾薑塔嘛 也可以 然後麻油 剛剛加了麻油 胡椒鹽巴 可以稍微壓一點它的味道 是 洪哥你真的有點危險 因為我們家的小孩 就算紅蘿蔔去煮咖哩 他還是不吃 真的假的 是你們家的姐姐吧 對 姐姐他怎麼樣就是不吃 那是因為你們家姐姐太挑食 已經沒有紅蘿蔔的味道了 他還是不吃 可是你平常在家煮那種什麼 牛肉 辣湯 飯也會加紅蘿蔔 他也不吃 他也不吃 太挑食了 所以你要想盡辦法 真的 然後現在就再把它捲 在捲的時候還是要稍微壓一下 就是做壽司的感覺 然後只是說你外面那一層 除了要裹海苔皮之外 你就是要把芥蘭包進去 而且侯仁哥這一道 其實是滿賊的 雖然他弄得超級無敵多的 芥蘭在裡面 但是因為它最外層是海苔 小朋友就會受騙上當 所以你要讓小朋友 吃營養的東西 又怕小朋友會抗拒蔬菜的味道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方法 了解 然後接下來就切一切就完成了 就可以切了 你也如果喜歡吃像手捲的話 你也可以切長一點 對 像握壽司的概念 對 如果說你家小朋友 是很挑食的話 其實我今天在出門之前 在網路上看到了一個笑話 這笑話就是說 兩個幼稚園的小朋友 兩個人在討論 其中A小朋友就問B小朋友說 為什麼我們小朋友 都被說很挑食 但是好像大人爸爸媽媽們 他們都不常被說挑食 然後逼小朋友就說 你呆呆的 因為大人都買他們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怎麼會有挑食的問題 一句話突破盲場 對不對 因為大人通常都挑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小朋友的話就大人逼他說 你這個很好 那個很好 竟然一定要吃什麼 他就沒有選擇性 沒有選擇的一地 好 所以你現在是切 這樣就完成了 只有切這樣子 沒有 這是 這個是最後的成品 OK 我只是跟大家介紹說 你可以把它 如果大人吃的話可以弄大捲一點 可以 如果你也可以直接當手捲這樣吃 這個我發現這也是女生 減重非常好的手捲 沒錯 纖維多 然後那個肌肉 這個算熱量低嗎 對 熱量很低 是 因為它的肌肉是用燙的 然後又有戒燃 又有纖維 紅蘿蔔也有了 都有了 然後在這個成品完成之後 另外一個可以引誘小朋友去吃的 就是我們可以加點 我們常常配稀飯的這個香酥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做好 洪哥這個是手捲大條的 我們剛剛先前已經先做好了一份 就是這個切小小小小 其實裡面很多芥蘭 而且紅蘿蔔也滿多的 想要問一下營養師 小朋友多吃海苔可以嗎 因為現在海苔調味都滿重的 其實現在可以買那種無鹽的 對 就是不要那種調味太重的 其實海苔是好的食材 海苔是好的 對 是好的食材 那這個 如果洪文哥的這個 這一道料理裡面 還有沒有缺什麼營養 是我們可以再補充的 其實就是如果說來看的話 就缺了碳水化合物 對 如果說可以再放一些 譬如說玉米 它是碳水化合物 對 不過聽說製作單位 不准參賽藝人放玉米 因為我們每次只要有藝人用玉米 一定大勝 就是什麼東西要 然後裡面小朋友愛吃 你只要玉米罐頭一打開 全部撒玉米 小朋友就說那我要選這個 所以我們製作單位已經規定 接下來的藝人PK 不可以再用玉米 可是如果說真的放玉米 又有碳水化合物 又有蛋白質 又有纖維 就很好 如果加一碗玉米湯呢 也可以 小朋友很喜歡玉米濃湯 好 洪文哥的菜捲肉 就這樣大功告成 接下來是擁有中西市 廚師執照的亞蘭傑 對 要用肉捲菜 而且要加上起司 廣告之後 雅蘭姐馬上登場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 辣媽雅蘭姐要用芥蘭入菜 今天要做的是肉捲菜的概念 是起司雞肉捲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是雞腿肉 雞腿肉 雞腿肉 去骨雞腿肉 所以我們要用雞腿肉 去包芥蘭 好 所以 好 我們現在先來切芥蘭好了 今天我用的是難度最高的梗 對啊 妳這個梗也太大隻了吧 對 沒錯 但是我們今天也要用魔法 讓它變軟 變好吃 變軟 變好吃 所以簡單介紹一下今天雅蘭姐 用的食材包括了芥蘭菜 有一把去骨雞腿兩支 起司片跟乳酪絲 然後鹽巴 黑胡椒 義式香料粉跟海苔一片 對 好 然後首先我會先把 芥蘭先斜切 我今天要把它切絲 對 我要把它切絲 所以你不要剁碎 因為如果剁碎 我要包在雞肉捲裡面 很容易它就散出來 所以一定要用絲的狀態 好 然後 不得了 我想要問一下說 考中西式廚師執照的話 都一定要考刀工是不是 一定 這是重要的 這是最基本的 刀工到底要怎麼練 刀工怎麼練 就拿一支刀在家裡練 就是紅蘿蔔 所以是沒有不二法門的嗎 沒有不二法門 就是一直練習 而且中間還要考水花片 所以必須你還要會雕花 對 就雕水花這樣子 好難 那你接下來有要開餐廳嗎 基本上我很想 可是我老公不要 他是說要開美食節目 我也很想 對不對 蔡明哥你不要一直阻攔 雅蘭姐的路好不好 真的 讓他活出自己可以嗎 上個我吧 沒有 這個話不要亂說 對不對 好 我們把芥蘭切絲了 雅蘭姐今天要挑戰的是 芥蘭的梗 沒錯 我今天挑戰的是梗 所以我把梗切絲之後 就像小黃瓜一樣 切細絲之後 而且小朋友看到這個 會不知道它是什麼 對 因為是小黃瓜 沒錯 然後我加上 小朋友最愛的起司 我讓它裡面會有堪西的感覺 厲害 對 用1比1的方式去調它 而且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 這道料理一定要學起來 我剛剛看到成品之後 我覺得天啊 太想吃了 重點是10分鐘就可以完成 10分鐘就可以完成 基本上我這一個 食材準備10分鐘 不用 完全不用10分鐘 我進烤箱30分鐘 但是你前置作業非常簡單 我現在已經完成一半了 這樣又一半了 對 已經一半了 接下來我的雞腿 是 基本上雞腿我們就選去骨的 然後盡量讓它方正 如果比較厚的地方 你就稍微把它片開一下 讓它變大 原因是因為它進烤箱的時候 是不是溫度要平均 對 沒錯 如果你的肉不夠平均的話 它可能有的地方熟 有的地方不熟 但30分鐘基本上都是會熟的 營養師我想問一下 因為大人很多 譬如說我們在減肥 營養師都會說 叫我們把皮拿掉 因為有沒有皮 熱量差很多 但小朋友的話是沒關係嗎 不用 小朋友不用 小朋友就是要吃皮是不是 因為其實皮裡面 裡面有維生素D 我們平常不是要曬太陽 增加維生素D 沒錯 對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譬如說甚至減肥的人 我都覺得說 現在的觀念是油脂沒那麼重要 是糖 那個sugar 簡單糖類就是甜的東西 反而比油脂 就是食物裡面的油脂是OK的 對 這即使是我跟雅恩姐 想要維持身材 我們也是可以適度吃雞皮的 適度吃雞皮 絕對OK 那炸雞皮呢 那還是不要 我還心想說 我還心想說 這樣應該可以蒙魂過關 不是 因為雅蘭等一下就烤 她甚至會把那個油脂逼出來 沒錯 對 了解 跟你那個雞皮拿去烤 不一樣好不好 好… 不好意思 我做這個錯誤示範 加雞皮還是不要吃 還是不要吃小吃一點 太不健康了 對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做一個 調味的動作 我們用最基本的海鹽 稍微去顏值它一下下 因為我們雞肉沒有什麼味道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加一點點的 黑胡椒或義式香料都可以 小朋友如果不喜歡吃義式香料 我們就來點黑胡椒 雅恩姐 我想問一下 因為通常我們看著食譜 上面說要醃肉 可是有的食譜就會說 那個肉可能要醃30分鐘 可是我看你每次做料理 感覺醃肉就是一下下 那你自己嘗試過 你覺得肉 尤其是雞肉 要怎麼醃會好吃 要看你做什麼 如果你今天做的類似 譬如說是三杯 它比較厚實的 你可能就是要用泡的 浸泡的方式 但因為今天我們有醬汁 所以我不需要它裡面 有過多的調味 對 所以我用稍微黑胡椒 跟鹽巴調味就可以了 對 就是微微的味道 因為畢竟我們待會兒 還要加起司 沒錯 好 然後接下來 我就把它弄成這樣 長方形有沒有 好 然後我就鋪上 這是長方形 長方形 廚師說是長方形 那不是長方形嗎 不好意思 我要把我眼睛夜障 比較重 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捲 所以長的地方要這樣子 好 是直向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把 我們的芥蘭跟我們的起司 鋪在上面 我問你 大量的 我問你 妳說 我覺得你可以應對很好 是不是原因是因為 每次你在直播的時候 唱片哥在旁邊一直亂你 對 而且他每次亂我 我都會慌掉 然後他一直講話 我就說快 快燒焦了 那你覺得我比較吵 還是他比較吵 不會 還好… 你真的 我跟他其實應該差不多吵 因為他每次都一直在那邊亂你 對啊 他比較煩 好 然後接下來 我就要做包的動作 這個手很重要 要壓緊 壓緊 然後把它捲起來 對 對 就像剛剛侯恩哥一樣 捲壽司的道理 但他剛剛是用菜去捲肉 對 沒錯 然後你是用肉去捲菜 對 然後接下來 我就會準備一個錫箔紙 好 然後我就把它包在 錫箔紙裡面 通常這個捲完之後 到底要不要就是用籤子 把它串起來 基本上 因為我今天有用錫箔紙 所以可以不用 但如果你沒有用錫箔紙 你也可以有另外一個 做法就是 我先把雞皮給煎酥了 對 所以如果你要先把雞皮煎酥 你要讓它定型的話 你就是可以用牙籤 像做縫衣服一樣 這樣縫 縫 縫 縫這樣子 那還是用好的好了 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一點 好 我們基本上這樣子 它只要蛋白質 因為預熱它就會凝固 所以它就會黏住了 所以煎的概念也是這樣是不是 對 沒錯 煎也是這樣 它一煎的之後 它肉就會縮起來 所以就會縮緊 然後蛋白質它就會黏住了 對 但是如果你會怕 就是用牙籤稍微縫一下 也是可以 好 然後我就把它墊上去 可是我覺得今天 洪恩哥跟雅恩姐 其實都有異曲同工之妙 你們今天選的肉類食材 都是雞肉 我想問影響師說 雖然說我們介紹很多肉類食材 但我看好像很多藝人都用雞肉 到底小朋友是吃紅肉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分配的吃 因為雞肉它是沒有油脂的 可是小朋友的話 不見得一定要吃沒有油脂的 而且小朋友的話 那個紅肉裡面有鐵質 他也是非常的需要 對嘛 你看芥蘭牛排如果現在端出來 我們又有鐵質對不對 對 然後又有雞肉 多麼均衡的營養 多麼均衡的營養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可是我剛剛忘記講 芥蘭它本身鐵質也滿高的 它在蔬菜裡面除了蓋 鐵質也滿高的 鐵質也滿高的 對 也是滿高的 對 然後接下來 我就會把它包起來 就錫箔紙非常簡單的 就把它包起來 需要包得很紮實嗎 對 要包得很紮實 要很紮實 因為這樣它才會黏住 怎麼有一種我們去Costco買 什麼牛肉捲 脊肉捲 那種感覺 因為它出來的時候 也是長這樣 有沒有 它就這樣整條丟給你 對 沒錯 就是這樣子 所以把它捲緊之後 然後兩邊縮口折起來 有沒有 就跟Costco一樣 對 兩邊縮口把它折起來 你是Costco配方 沒有 然後千萬要記得 進烤箱的時候是這樣靜 不能這樣靜 為什麼 為什麼因為裡面雞腿 有很多的油脂跟肉汁 如果你是這樣靜 它的水分會從這邊流出來 對 所以你一定要這樣靜 它才不會從兩旁滴出來 這個小佩伯大家要學到 不然你剛剛的油脂 跟所有的肉汁跟營養 全部都流出來了 對 功虧一虧 然後接下來很簡單的 就把它進烤箱 用250度去烤30分鐘就可以了 250度烤30分鐘 接下來你就可以去做別的事 煮個湯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今天 我說過我還有Sauce的部分 Sauce怎麼弄 所以Sauce我今天用的是 另外一個起司 小朋友最愛的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需要鈣質 所以要長高 就是要靠起司 好 然後 妳很想贏 對 超想贏的 真的 沒有 還有起司一定要配牛奶 高鈣 高鈣 好 我把它加在一起 然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小朋友要健康 雞湯 對 我把這個雞湯做成Sauce的基底 所以這三樣我會把它 它只要預熱 它就會融化 就會結合在一起 不需要任何的調味 就靠它們三個原來的味道 就夠了 然後它就會融在一起 所以你把這個雞湯加熱之後 把這個丟進去 它就會Mix在一起了 對 就會Mix在一起 那很簡單 對 只要預熱就好了 所以只要 譬如說你家有微波爐 用微波就可以 微波也可以 但是我建議還是用瓦斯爐會比較快 就讓它有點稠稠的感覺 對 稠到什麼程度 你要拉起來就是好像會 有點彈膝的感覺 對 不要水水的 如果水水的就是牛奶 雞湯太多 好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放在成品 就放到烤箱裡面去 我們裡面已經有一個預熱的 預熱的Sauce 那個Sauce在裡面 是不是很香 我想吃這個Sauce 太厲害了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的成品 烤30分鐘之後 它就會是這個樣子了 在這裡 看起來好好吃 雞腿捲 看起來太好吃了 香噹噹的雞腿捲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把Sauce 淋上去對不對 對 沒錯 但是我要先做一個擺盤的裝飾 還要擺盤 我真的好想贏 對 它太想贏了 很重要 但是沒時間了 你要不要直接淋上去 不...我一定要切一下 好 切一下... 太想贏了 你看雅蘭姐 這一定要的 因為她老師在看好嗎 對 一定要的 煎烤的老師在看 好 然後我們就把它 切一塊一塊的 雅蘭這一道真的是 對小朋友長高還滿有幫助的 因為它鈣膏 而且它芥蘭 我剛剛不講說維生素K嗎 還有蛋白質 蛋白質對於我們的骨頭裡面的 膠原蛋白也非常重要 了解 所以這是營養滿分的一道料理 對於小朋友長高 好 擺上去... 沒時間喔 沒時間好 好 我們倒數30秒 好的 不...很厲害 我把我的醬汁鋪在底下 太想贏了 對 太趕了啦 好 OK 放上去 接下來我放上去 好 然後我會再淋上一點點 我的醬汁在上面 完了 贏了... 猴子哥 你看猴子的臉多臭 猴子哥臉超臭的 沒有 我現在突然想吃這一道了 最後還有海苔 還有海苔 就是一定要的 海苔把它剪一剪 剪一剪 放上去 是的 好 就這樣做擺盤 沒錯 好 就在雅蘭姐擺盤的同時 這道料理就完成了 廣告之後 四位小小美食家要登場 到底是菜包肉 還是肉包菜會贏呢 廣告之後馬上揭曉 好啦 我們小小美食的評論時間 投票時間又要到了喔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今天是用芥蘭來入菜做料理 對小朋友很好的料理 接下來我們就要請小小美食 我們要介紹喔 Jasmine 是我們的評審長 Ryan Roy 以及Rachel 好 四位小朋友今天都很有元氣 感覺好像餓很久了 所以一輩姐姐想問你們 今天這兩道料理都很好吃 一個是菜包肉 一個是肉包菜 這個對他們來講 可能會有點小小難 想要問一下說 有沒有吃過壽司 有 喜不喜歡 旋轉壽司 旋轉壽司 那妳看看妳這個像不像旋轉壽司 有點像 不像 不像啊 有啦 有像啦 肉影覺得像不像 覺得像 有一點像 覺得像對不對 想不想吃旋轉壽司 想吃喔 那個Ryan Ryan妳想不想吃這個 想 好 感覺小朋友都很想 不如我們就趕快來吃吃看 先來吃洪恩哥的菜包肉 好 開動 先吃這個 哇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耶 我也好想吃喔 好 小朋友在吃的同時 可以看看他們的表情 尤其是Ryan他一口 你看他嘴巴這麼小 他一口塞進去 好 Ryan那就先問問看Ryan 對 Ryan 好不好吃 好吃 妳有吃到什麼東西 菜菜 菜菜 什麼樣的菜菜呢 青花菜 青花菜是哪一種菜 青花菜 就可能是一種青的 應該是花椰菜 可能所有的綠色的蔬菜 都統稱為青花菜 對 好不好吃 很好吃對不對 那妳有吃到海苔嗎 有海苔 喜歡嗎 有喜歡 喜歡喔 有一點乾乾的對不對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去喝水 好不好 怎麼樣 很辣是不是 怎麼會有哪有辣的 有薑的味道 沒有 可能是有點胡椒粉 有薑 有薑 有放薑 像那個評審長 Jasmine妳剛剛吃到什麼 會覺得辣辣的 不知道 不知道 但妳喜歡嗎 喜歡 我喜歡海苔 妳喜歡海苔 但是辣辣的不影響嗎 不影響 那肉依呢 喜歡喔 好 那妳要把它吞進去 那妳問一下那個Rachel Rachel妳喜不喜歡 喜歡 喜歡喔 但是Rachel沒有吃完 沒關係 我們接下來就要吃吃看 雅蘭姐這道料理 我相信小朋友應該是會很買單 就是起司雞肉捲 對 起司雞肉捲 好囉 開動 用叉子 開動 妳還沒吞下去 海苔還沒吞下去 看起來吃得津津有味 好 瑞儀還沒吞進去對不對 好 那妳慢慢吃 那妳等一下那個咬一口就好 就告訴我們如何好不好 好 Jasmine 你要站著吃 評審掌 評審掌 好 好 感覺上小朋友吃的速度 可能雅蘭姐的這個肉包菜的部分 對小朋友來講是 一口感覺有點大 所以他們吃的速度稍微 比較慢一點點 好 我們的最會吃的評審掌吃完了 妳看他還把起司全部吃光包 舔完了 舔完了 妳忍耐沒有叉子是不是 有 他有叉子啦 叉子在這裡 對不起 是一蔡姐姐的錯了 對不起 我道歉 我餵妳吃 好不好 我餵妳吃要不要 這一口 不要 然後不要...對不起 他在跟我發脾氣 OK 那問一下Jasmine 有吃到什麼東西 有起司味嗎 有 有 那妳喜歡這一道嗎 喜歡 因為妳全部都吃完對不對 對 好 很厲害 那吃得好乾淨 那Ryan呢 喜不喜歡呢 喜歡 妳有吃到什麼 有菜菜嗎 有 那有肉肉嗎 有 是什麼肉妳知道嗎 雞肉 小朋友很厲害 知道是雞肉 那最喜歡的部分是什麼 起司嗎 對 果然小朋友都很喜歡起司 好 接下來呢 剩到酪魚對不對 酪魚吃一口就好 因為他剛剛吃飯的動作比較慢一點 那個Rachel妳還好嗎 妳覺得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對不對 他也很好胃對不對 好 接下來小朋友都吃完之後 就要來到了我們投票的時間了 很重要 那我們一樣 把寶寶一個人一個 待會兒一霈姐姐數到3的話 如果你喜歡這個 就把它投給這個 還沒有 還不能放進去 妳這樣子會有那種選意 坐票選意 真的 好了 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好黏喔 好黏什麼好黏 我問一霈姐姐問 準備好了嗎 好 好啦 不夠大聲 準備好了嗎 好 好囉 1 2 3 請投票 好 等一下 這個是哪一個啊 哪一個啊 2比2欸 等一下那個 Rachel妳投哪一個 哪一個 這個是不是 非常喜歡那個 紅 所以今天洪恩哥跟亞蘭姐 是平手 很棒 對 剛剛營養師有吃嗎 有 兩個口感都很好 是 對 然後如果以營養成分來說的話 是亞蘭姐的 其實我覺得兩個配在一起剛好 因為這蔬菜很多 這個肉比較多 就均衡 對 所以其實要挑戰 季燃的料理 感覺好像沒有那麼難 因為看到今天小朋友都買單 我原本以為亞蘭姐應該會大勝 我也以為 對 但是剛剛誰投這個 剛剛誰投這個 Ryan對不對 Rachel妳投這裡 跟Ryan Rachel跟Ryan 他們兩個是龍鳳胎 對 所以妳投這個 妳覺得這個好吃 好吃 那妳等一下要再帶一個走嗎 要 要打包帶走啦 所以今天我們其實兩個料理 都營養都非常的均衡 所以其實爸爸媽媽 你們可以自己試著在家裡做 其實借來料理 可能想得到的 我們可能只能想到說 什麼蠔油芥蘭 對 其實如果做一點小巧思 變化 像是把這個芥蘭捲在肉裡面 或者是用肉去捲芥蘭 然後把芥蘭巧妙的藏起來 或者是用洪文哥的方法 加一點薑糖 薑糖水 對 薑糖水 去把它mix在一起 其實芥蘭也可以變得很好吃 所以今天恭喜兩位藝人評審 謝謝 洪文哥妳上次是贏還是輸啊